有些人认为农药离我们很远,不关我们的事儿 但是实际上它每天都在跟我们打交道 准确地说,我们所吃的蔬菜、水果或者食物中残留有几十种农药 这些我们不喜欢的成分或多或少地影响着身体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体内积累,慢慢影响健康状况 最常见的结果是破坏男性生殖系统,降低成年人的生育能力 更严重的结果是引起各种各样的癌症疾病,包括儿童癌症 以及儿童在发育过程中的各种行为障碍,比如多动症和自闭症 有些还引起儿童认知功能的下降 那么哪些蔬菜或者水果含有最高的农药残留呢? 根据最新的数据,我们列举出七种农药残留最高的食品 主要包括最常见的蔬菜和水果,很多是我们每天都会见到的 1.草莓 草莓鲜红多汁,甜美可口,它的维生素C含量很高 这是免疫系统和皮肤健康必须的抗氧化剂 也帮助铁的吸收,它的猛含量很高 这种矿物质对人体的代谢很重要 孕妇经常使用草莓,还可以获得叶酸、维生素B9 帮助胎儿的神经系统发育 而钾对调节血压很有用 不幸的是,草莓是农药残留榜上第一名 已经在草莓中检测到的农药有81种 最严重的一种草莓中有22种不同的农药成分 这些农药成分有些是致癌物质 有一部分是激素的干扰物 还有一些是神经毒素或者影响发育和生殖的毒素 儿童如果经常食用这样的草莓,对发育的影响很大 会引起一些行为的障碍 2.菠菜 菠菜是最常见的深绿叶蔬菜 它含有丰富的铁、钙、铭、各种矿物质 对于降低血压、维持骨骼的健康、促进消化很有好处 它不仅是获得维生素A、叶酸和维生素C的重要来源 也是预防糖尿病的推荐食材 但是常规种植的菠菜比其他的农产品具有更多的农药残留 最常见的农药残留成分是绿菊脂 这是一种具有神经毒性的杀虫剂 它会引起癫痫发作 对于儿童来说 绿菊脂杀虫剂跟儿童的神经系统疾病之间有联系 会引起儿童的多动症 三、羽衣甘蓝 羽衣甘蓝被很多人认为是最健康、营养最丰富的蔬菜 因为它浓缩了很多营养成分 经常食用对于保护心脏、预防癌症、保护眼睛和减肥都有好处 因为它含有人体缺乏的矿物质 比如钙、铭、钾的含量就很高 也是最好的维生素K的来源 维生素K是帮助血液凝固的重要营养素 可惜的是 羽衣甘蓝是受农药污染最严重的蔬菜之一 在市面上出售的羽衣甘蓝中 有60%是有农药残留污染的 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成分 被美国环保署归结为致癌物质 四、油桃 油桃也是最常见的水果 水分非常丰富 而且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帮助维持免疫系统 皮肤、眼睛和骨骼 它含有的墨石子酸 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抗氧化剂 能预防很多疾病 包括糖尿病、癌症、大脑退化和肥胖 但是超过90%的油桃 有农药的残留 其中有的样品 包含了食物中以上的不同农药成分 这些农药成分 有的是致癌物质 有的是神经毒素 还有的是影响发育和干扰激素的物质 五、苹果 苹果平均含有四种以上的农药残留 其中有一些是高浓度的农药 常规种植的苹果 最常使用的是一种叫做二本胺的化学物质 它帮助苹果储存 防止冷藏的苹果出现棕色或者黑色的斑块 二本胺很容易跟别的一些物质结合 形成亚硝胺 亚硝胺会引起胃癌或者食道癌 六、葡萄 在葡萄上面发现的农药有56种 因为葡萄这种浆果最容易受到昆虫的侵袭 在生长密集的情况下 也很容易受到真菌的感染 所以杀虫剂和杀菌剂是最常用的两类农药 这些成分大部分是激素的干扰物和神经毒素 还有一些是致癌物质 以及影响发育和生殖的毒素 七、樱桃 常规种植的樱桃平均含有五种以上的农药 像白粉病、赤斑果蝇 都是樱桃最大的敌人 已经发现的樱桃上面使用的农药 大概有42种 最常见的是激素的干扰剂 除了上面列举的七种食品 还有更多的食品属于农药残留高度 或者中度超标的范围 比如葡萄干 就是一种农药残留比较严重的食物 超过95%以上的葡萄干 至少有两种农药残留 其中有一种葡萄干 含有26种不同的农药 农药残留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它带给人健康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 从居高不下的癌症发病率 从儿童发育中出现的自闭症和多动症 就能感受到健康食品的重要性 蔬菜和水果的农药残留这么高 是不是我们就要放弃它们 避免食用这些食物了呢 当然不是 实际上没有绝对安全的事情 我们可以采用三个办法 来减少甚至避免农药的危害 虽然有些蔬菜或者水果中 农药残留比较高 但是有些食物 它们的农药含量是很低的 我们可以增加这些类型的食物 来替代一部分农药残留比较高的种类 农药含量比较低的食物有 牛油果 甜玉米 菠萝 洋葱 茄子 芦笋 卷心菜 西兰花 它们的农药残留比较低 增加这些蔬菜的种类 减少农药残留比较高的类型 就能够大大减低农药的摄入量 减少对身体带来的危害 第二 改变清洗方式 也可以达到减少农药残留的目的 跟自来水清洗相比 使用特别的清洗剂 对于去除农药的残留 效果更好 比如菠菜中的农药 很难用自来水清除 但是如果在自来水中 加入一些小苏打 就很容易清除掉 大部分的农药残留 而且清洗的时间越长 农药的残留量就越少 最理想的情况 是清洗15分钟效果最好 蔬菜或者水果 在含有小苏打的溶液中 浸泡几分钟 然后再冲洗干净 就可以去除大部分的农药残留 如果有条件的话 用活性养容液来清洗 效果最好 三 购买和食用 经过有机认证的食品 也是一个办法 有机食品的好处 是在生长过程中 尽量不使用 人造的化学物质和抗生素 限制农药和化肥的使用 倾向于使用天然的肥料 来促进作物的生长 不论对于环境和消费者 都是有好处的 唯一的缺点是价格更昂贵 好了 七种农药残留最高的蔬菜和食品 就介绍到这里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就不会错过新视频了 有可能某个新话题 正是你所关心的 谢谢收看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